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早在2020年9月,首次官宣将把一体化压住技术用于Model Y, 并称这将带来重量下降30%,成本下降40%的效益。 特斯拉也是率先采用6000至9000公吨巨型压住机的车企。 至2023年9月,海外市场又有信息称,特斯拉在整体压住底盘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, 该制造技术可以一次性压住几乎整个复杂的电动汽车底盘, 而不是像传统汽车那样有约400个零部件组成, 无疑将大幅度缩小生产时间、成本与复杂度。 受特斯拉一体化压住降稳发影响,中国很多车企争相模仿, 刚实现汽车批量交付的小米汽车,一体化压住也成为其自言亮顶之一。 在2023年12月的小米汽车技术发表会上,小米汽车正式公开其9100公吨超级大压住技术, 领先于特斯拉位于美国工厂的9000公吨压住机。 而根据供应链讯息,小米9100公吨大压住机由海添集团供货。 根据小米官方说法,小米是目前中国唯一同时拥有量产自研压住合金材料, 以及自研大压住设备集群系统两项技术的汽车厂商。 然而,近日市场讯息称,特斯拉已决定放弃此前极力追捧的一体化压住工艺。 特斯拉曾尝试各种降稳方案,一体化压住技术也是其中之一。 市场讯息称,特斯拉已选择回归传统的三段式铸造方案, 作为应对销量下滑、竞争加剧而缩减开支的新举措。 近日,据多家媒体报道,三星电子正在深入讨论收购德国大陆集团部分电子业务的计划, 其中包括V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车载显示器。 德国大陆集团成立于1871年,是全球十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之一。 去年2月,大陆集团宣布到,2025年将在全球运营部门采员7150人。 其中包括1750名研发R&D员工。 去年11月,大陆集团开始重组,包括解散原本负责未来出行领域高级开发的智慧出行事业部。 据称,大陆集团已出售于汽车相关的多个业务部门,包括ADAS和显示器。 有知情人士透露,三星管理层正在讨论如何选择和采购三星电子必要的零部件。 三星电子的子公司哈曼公司对收购大陆电子业务持积极看法,认为内部需要加强在ADAS领域的竞争力。 如果此次收购完成,这将是三星自2017年收购哈曼以来7年来的首次重大并购。 根据大陆集团发表的2023财报,2023年集团销售额达414亿欧元,同比增长5.1%,净利润增至12亿欧元,同比增长高达1635%,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为13亿欧元,同比增长547%。 大陆集团预计,2024财年集团销售额约411至440亿欧元。 有趣的是,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却在2023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亏损。 据施调机构Gartner数据,三星2023年半导体销售额同比下降37.5%至399亿美元。 三星电子董事长兼执行长,电子装置解决方案,DS部门总裁Piang Kaihean-Chiqen三月底,在该公司第55届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, 仅靠现有业务,难以长期保持半导体行业领先地位。 未来将以研发投资所获得技术优势为基础,建立高效投资和结构改善活动的良性循环,并将这些投资所获得的资金再投资与研发,以巩固发展基础。 三星如此着急,明显是被其他业者的夸张进展给惊吓住了。 联发科日前正式发表了天机汽车平台新品,以先进的生成式AI技术不能智慧汽车的体验革新。 天机汽车座舱平台最新的CTX1采用卓越的台积电3nm制程,CTY1和CTY0则采用4nm制程,可为智慧座舱带来令人惊叹的算力突破。 借助率先应用KU频段的5G NTN卫星宽频技术,车载3GPP 5G R10机数据集,车载高效能、WiFi以及蓝牙组合解决方案,天机汽车连接平台可提供广泛的智慧连接能力。 特斯拉相对而言,更加注重其FSD平台的落实,其自动驾驶之路必须要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支撑。 台积电最近证实,特斯拉新一代Dojo超级计算机平台训练晶片开始生产,算力在2027年有巨大飞跃。 马斯克的伟大计划,卖车只是小部分,软体才是真正获利关键,要达成目的,除了要有高效率算法,也少不了强大算力。 硬体方面,特斯拉采取双管旗下方案,一方面买入上万颗辉达H100GPU, 一方面自己打造超级运算晶片Dojo,负责生产超级计算机晶片的台积电,现在证实产品开始生产。 台积电表示,特斯拉新一代Dojo训练模块开始生产,到2027年,他们将提供更复杂的晶圆级系统,算力是现有系统40倍以上。 特斯拉设计的Dojo超级计算机,核心在于训练模块Training Tail,将25颗第一晶片,排列为5乘5矩阵,晶片使用7奈米制成,能容纳500亿颗电晶体,提供362T Flops算力。 最重要的是,具备规模化能力,可不断叠加,依据软体需求,调配算力,与消耗电力。 这还只是特斯拉使用中版本。 按照台积电说法,给特斯拉的新产品,和供应Cerebrus的晶圆级系统不同,简单来说,将Dojo训练模块5乘5处踩入矩阵,放在一块载体晶圆上,填满所有空白后,运用台积电的擅出,应否盖上一层高密度互联,如此就能极大化晶片间数据频宽,使之向巨型晶片运作。 到2027年,台积电计划将这些晶圆级系统,搭配CoOS先进封装技术,集成晶片系统SOIC,届时完整晶圆能提供40倍的算力,超过40个光照系,以及高达60颗高频宽记忆体晶片。 据马斯克的说法,如果挥打提供够多GPU,特斯拉大概不需要自行开发Dojo,初步估计,这批两新的Dojo超级计算机,会成为特斯拉新Dojo机群的一部分,投资金额至少5亿美元。 特斯拉Dojo新一代超算将设在纽约,总部德州超级工厂,则建设100MW规模的数据中心,训练自驾软体,硬体采用挥达供应方案。 不管哪边,这些晶片殊途同归,基本上都是台积电生产,称之为AI推手一点也不夸张。 总体来看,尽管有强大算力投入,特斯拉AI业务还是充满挑战,去年12月,两位负责Dojo项目的高阶工程师离职, 现在,特斯拉又不断裁员节省成本,需更多优秀人才奉献,才有机会让自驾出租车如期推出,并设法使FSD更上一层楼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